双降是一年之中的第十八个节系 也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系 双降过后天气继续专冷 落水凝结成霜 从全国平均来看 双降是一年之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 在晴朗的夜晚 没有云层的保温作用 地面温度会骤然下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套地面的水汽就会凝结在树叶 小草或泥土上形成霜花 气象学上秋天出现第一次霜被称为早霜 春天出现最后一次霜被称为晚霜 早霜到晚霜期间被称为霜漆 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霜漆有很大区别 黄河流域是二十四节气发源地 霜漆一般有两三个月 南方地区霜漆普遍不足两个月 四川盆地全年只有十天左右有霜 西双版纳 海南等地则全年无霜 霜降时节 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收扫尾 霜降不起葱 越长越要空 即使像大葱这样耐寒的作物 也不能再生长了 在南方 霜降却是大忙季节 收割碗道 杂交道 种麦子 油菜 摘棉花 拔出棉节 翻整耕地 正所谓满地节感拔个劲 来年少生虫和病 霜降之后 枫叶 黄炉等树木的叶子开始变成红黄色 漫山遍野 如火似锦 非常壮观 这是人们登山观赏秋天红叶的最佳时机 在清代以前 霜降日还有一种显为人知的风俗 在这一天 各地教场演舞厅会举行隆重的收兵仪式 故事后 每年立春为开兵之日 霜降是收兵之期 所以霜降前夕 驻守各地的武官都要全副武装 举行收兵仪式 以其服出不祥 天下太平